已來到賽季尾聲的9月 季後賽的聲浪不斷 在所有人都還在歌頌大股翔平的40轟40道成就時 今年他的季後賽處女秀也備受關注 儘管當時聲勢極高的MVP連線在過程中出了些許突發狀況 但在近期的一波back to back to back後 人們才有意齊而這三人是多麼可怕的存在 雖然現在大股是被球隊定義為第一棒 但說到到齊而當家第一棒 某個人影緩緩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 這樣一說你也知道是誰了 那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進我們的主軸 他就是被稱為Mine Chow之後的天下第二人 在紅話隊時期的大殺四方驚豔的球迷們 更是擁奪MVP世界大賽冠軍的殊榮 而來到到齊後 對比神尊因傷勢困擾而表現掙扎 他依舊保持過去的應用 在打擊、手臂、跑速發揮淋漓盡致 成了聯盟穩定、傳奇的代名詞之一 甚至連他的場下表現也能震驚世人 他就是傳奇目擊Mookie Betts Bets究竟為什麼會獲得天下第二人的稱號呢? 首先,若以2020疫情為分界線 將這10年分成前後時期 後者包括大股翔屏Aaron Judge 而前者的代表便是Mitechow跟Bets 而他更是橫跨這兩個時期 一路強勢到現今 以Fangrex的資料為基準 在2016年到2019年 Bets總共累積了28.2WR 是這段期間第二者 而最偉大的壯舉是他的2018年賽季 那你呢他在各個數據都傲視全聯盟 打機率3x46 OPS Plus 186 WR更是高達10.2 要知道這是很難達成的壯舉 因為近期比這個數字高的男人 只有Barry Bounce 以及後來的法官 那個神尊也未曾達到過這個天文數字 足以見證到Bets的可怕 而這年他也奪下了MVP 更是替球隊奪下了世界大賽冠軍 而來到到期後也未見到了他衰退的跡象 甚至在去年以39轟百打點 7.7WR的成績奪得MVP第二名 回顧他的職業生涯 扣除搜索賽季 他已經連續8年入選了明星賽 生涯6度都在MVP票選前6名 六屆贏棒獎 然而若只有這樣 那你就太小瞧Bets的實力了 除了打擊 手臂一直都是他的招門 不僅是個多功能的手臂員 仍是發揮的淋漓盡致 生涯拿下了6座的金手套 在跑壘方面 Bets也已經拿下了將近200的倒壘 配上他1500安、250轟的成就 毫無疑問 他已經是個準名人堂的傳奇了 而在棒球以外的Bets 因為家庭的影響 他也是個優異的保齡球選手 提造過300分的完全比賽 然而就這麼一個優異的運動戰將 他棒球之旅卻充滿著許多的坎坷 在少年時就算展現驚人的球技 就還是被不看好有那個天地可以奮戰大聯盟 這過程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呢 就讓我們從他的早期生涯開始聊起吧 Bets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的Nashware 他的名字及家庭背景 十分不凡 Bets的原名叫做Marcus Dean Bets 在看過前籃球明星Multi Blacklock的比賽後 就將Multi作為Bets的暱稱 一直持續至今 Bets的舅舅Terry Champer是前大聯盟球員 母親則擅長累球及保齡球 在這麼一個運動家庭 也醃釀出了Bets對運動的熱愛 他的母親除了會在閒暇時帶他去保齡球館 更是在Bets五歲時替他報名了當地的少幫隊 只是當時的教練認為Bets身高矮小 拒絕了Bets入隊儀式 而他的母親為了讓兒子能打上球 在當地自己組織了一支棒球隊 隊裡大多都是有著相同處境的孩童們 而最終Bets的球隊也拿下了一勝 而擊敗了正是當初拒絕過他的教練儀隊 而這也是從這個故事開始 我們感受到了Bets母親深深的母愛 而這也是Bets棒球生涯的一大精神支柱 直到現在也是 在母親舅舅的細心栽培下 Bets成為了一個全方面的運動員 籃球方面他在高四賽季被評為去聯盟MVP 長均貢獻14.1分、9次助攻、4個籃板和3次強斷 保齡球方面以290分的高分 被評為2010年田納西州南海年度保齡球手 而表現最傑出的當然是棒球 高3、高4打擊率都是5成以上 高磊也是20次起跳 不過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 卻是他流暢的手臂 在田納西州的表演賽 東岸職業表演賽都給了球探印象深刻 其中紅襪球探Watkins更是用盡一切 目的就是讓高層對Bets引起興趣 而在2011年美國職業大聯盟選秀 Bets在第五輪第172順位被波士頓紅襪隊以二壘首身份選中 Bets在跟家人討論過後決定放棄去田納西大學 選擇投入職業體系 以75萬美金簽約金加盟紅襪 此時誰也沒想到 這名體格矮小 由那麼後面順位選中的菜鳥 會在未來成為大聯盟最偉大的球員之一 不過在Bets還在想這條路有沒有走對時 他就遇到了他職業生涯第一的瓶頸 2012年從1A出發 雖然攪出了打決率2x6720個到雷的表現 但他的長打率卻快要跌破三成 身材的劣勢再一次打擊了Bets 就算橫橫咬中球星 礙於力量不足無法擊出牆外 這也導致Bets一轟難球寡靈 而他甚至也在想要不要迷途吃飯 重新回去大學精進球技 好在Bets即時發現了自己的問題 在改變打擊之事後有所好轉 並在2013-14兩年間 在小聯盟四個階層中敲出了26隻拳雷打 打擊率三成以上 長打率高達五成的表現 也讓他受到了球隊高層的肯定 在2014年6月28日 Bets升上了大聯盟 開啟了他的傳奇之旅 大聯盟第一場出賽就對決了四仇陽姬 並擊出了生涯第一隻安打 7月2日對決小熊時擊出了生涯守轟 而且是一隻越過綠色大牆的大號拳雷打 足以證明這幾年Bets的淬鍊 已經讓他的power能在大聯盟生存了 整年下來出賽了52場 就交出了打擊率2x90 五轟、OPXPUS128 不過當時Bets有了尷尬的處境 球隊的看滿球信Dustin Perjoria 前陣子才跟球隊簽訂了一份八年合約 Bets並被球隊定義成外野手 然而正是這個決定 讓Bets成了外野金手套的常客 而在之後的日子Bets持續進化 大聯盟的第二個完整賽季就以打擊率3成 30轟百打點、20道的成績猶奪MVP第二名 輸給了那個神尊 而他紅話時期要提的 絕對會是2018年的奪冠之旅 在開季時 波士頓環球報發表了一篇關於Trail跟Bets的文章 而也是從那時開始 有人會將Bets比喻為神尊後的第二強打 而他也用了行動證明了自己 在開季兩個月就兩度擊出三響炮 三亞累積四次三響炮打破了Ted Williams創下了對死紀錄 更是成為MLB史上第一位在26歲以前打成此壯舉的人 在手臂上的屢屢美技、雷包劍的破壞 加上紅話隊補強的好手聯手下 球隊斬下了108勝立闖季後賽 最後也在冠軍賽擊敗了到期 而Bets正年累積下來的成績實在是太好看了 打擊率3成46得分129皆是每年最高 極高的上來率背後蘊藏著讓人意想不到的Power 32隻全A打、OPS Plus 186都是非凡的表現 10.2WR也是繼Bounce後的最高成績 比Raw Chow過去達成過的單季10.1WR 而他也終於展下了生涯第一座MVP 第一座世界大賽冠軍 附帶銀棒獎及金手套 是每年第一個在同一個賽季達成全部成就的人 雖然Bets在波士頓發光發熱 但2020年的縮始賽季 考揚球團才無問題 球隊將Bets及David Price交易去了到期隊 不過Bets並沒有對球隊的行為感到憤怒 他理解球隊的商業模式 事實上球隊也有給予Bets報價 但雙方沒有談好 所以分到揚標時Bets沒有特別的難受 台車造起後 球隊馬上跟其慶定了一份為期12年 價值3.65億美元的超大合約 而他也沒有讓球隊失望 竟然因為收水賽季整年只出賽55場 就攪出了16轟 足以見其凶狠的火力 而在當年季球賽更是與Torri C的連線 替球隊奪下世界大賽冠軍 在每年幾多元球隊各拿下一座世界大賽冠軍 這也算是一大壯舉了 當年他的英勇更是讓他奪下MVP票選第二名 只可惜輸給了未來戰友Freeman 但他轉隊獲得首技表現 也讓人期待他接下來的日子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驚喜 隨後的日子也是我們熟悉的故事了 BEX在大骨及法官的閃耀下 依舊是球迷中備受尊敬的前輩 而2023年賽季更是攪出了另外一個生涯年 39轟不僅是生涯新高 也以第一棒的身份創下百打點的壯舉 只可惜又再一次挫折MVP機會 這次輸給了某個40轟70道的鬼才 而季後賽也陷入了低潮 跟Freeman合計21的打數只擊出1隻安打 到其再度與冠軍無緣 而今年大股的來臨 也讓BEX的關注度提高了一個等級 而2024年的新賽季 球隊也有新的考量 因為球隊的外野較內野擁擠許多 所以球隊在春訓時將BEX定義成二壘手 讓其他新秀能有更多的上場機會 而事實上BEX今年在二壘遊擊都有守備紀錄 看到他在內野的行雲流水 後面相信那個還是17歲的少年 當時的他還在為自己的體格劣勢 而最生涯感到迷惘 如今已成了我們心中的那個棒球戰神 近期BEX傷兵回歸 到其的最強連線再次重返 究竟這次的季後賽會是如何發展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上次的季傳 我就會繼續跳 然後再次的季傳 準備好了 還要兩份 輸入 沒錯 1件 過尤差 兩份 月 如果